大家好,歡迎收看《信網大行觀世》 我們今天請來資深證券業人士溫天立 跟我們談談內地傳統零售商現在面對的挑戰 Ronald 你好 Ronald 你好 近年內地都盛行網上購物 以昨日的雙十一光棍節為例 多家零售商都舉行促銷 當中淘寶TML的成交額突破了300億元人民幣 怎樣看傳統零售商面對網絡購物市場所帶來的挑戰 其實本身內地傳統零售商 無論是廠家都面臨一個很大的挑戰 無論是租金的上升 找地方的困難 這些都是困擾他們增長的一個步伐 特別是我們看到近年來看內地網上的網購 出現一個比較大的增長 特別是從一個總計數字來看 其實去年可能是有試用網上採購的一個產戶 或者一些所謂買家來說 其實大概有2.4億個 其實佔了整個互聯網的 其實大概大概是0.3左右 但是從我的金額來看 我們見到可能達到差不多1.3萬億的人民幣 而且年增長差不多到七成 這些數據再加上 我們見到內地所謂採用網購的人 平均消費的數量來看 其實是遠遠低於所謂發財國家的 可能只有2%至3%的水平 所以現在很多商家都希望開拓網購 這個所謂有潛質的情況 這方面也可能是零售商 或者是一些所謂的廠家 未來的一個重要的出路 加電零售商自己都有拓展網絡銷售的業務 但是表現就一般 如果加入其他的購物網站 會不會有更好的發展呢 其實我們見到內地 除了阿拉伯經營的 例如淘寶有一個市佔率第一的 有一個比較有盈利空間之外 其實我們見到第二排第二的 例如京東第三的蘇寧 相關的所謂購物網 其實都是處於一個虧損的狀態 這方面來看 我相信可能是從定位上 或者是從網絡上來看 特別是客戶群那方面來看 那個特性其實都是要摸清楚一點 特別是有一部份的產品 可能是否真的要摸到特質素呢 或者是否真的要用一個更加明確的 所謂產家的 或者用家的 或者商家的所謂誠信來支撐呢 所以我相信整個網上 所謂的商機方面來看 其實機會很大 但是始終 那個所謂的那個 每個行業和版本的特徵來看 都可能是 未必全面可以得益到 這個所謂的一個增長的 怎樣看今年底 至到夏年初 家電零售股的表現呢 家電零售股的表現來看 我相信其實就在特別在三種傳媒以後 或者是明年開始 其實始終內地的經濟增長 都是以這個所謂調整折扣為主的 所以我相信內需是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所謂受惠的版囚 所以從這個所謂整體上的 那個所謂概念上來鋪電 其實我覺得家電零售商 去到明年應該是有一個 就是教家的表現 加上如果他們可以開拓 那些所謂商機 例如網上網絡 這方面來看 我相信對他們的所謂業績 或者對那個所謂股價來講 應該都是有一定的所謂支持 還有一個比較大的 所謂鼓勵作用在這裏 多謝Ronald的分析 我們明天再和大家分析投資趨勢